哈囉大家好 這支影片呢 要來分享我下排牙齒的矯正 還有牙齒的貼片 跟大家說明我的牙齒是怎麼樣 從這樣變成這樣 最後呢也會請醫生 一一的解答很多人的疑問 對這方面有興趣的話 就把影片繼續看下去 看影片之前呢 請大家動動手指幫我按個訂閱 按個讚 那我是三年前做完上排的牙齒貼片 做完之後其實 非常的想要趕快存錢把下排做好 但是第一次跟醫生討論的時候 因為我下排牙齒條件 沒有上排牙齒這麼好 如果我要直接做貼片的話 可能需要磨掉比較多的牙齒 自己就比較不希望未來牙齒留下後患 所以我就決定聽醫生的建議 接受影視眉的療程 好好的矯正之後再來做美白貼片 沒想到剛開始呢 就遇到了疫情 導致三個月的療程就變成了一年半 快兩年 給大家看一下矯正的前後 是不是其實差蠻多的 我覺得差最多的就是 我在鏡頭前 尤其是由上往下拍攝的時候 會很明顯看到前面這四顆牙齒 會有點参差不齊 如果有時候遇到光線不好 其中一顆牙齒的陰影 打在另外一顆牙齒上面 就會感覺牙齒好像沒有那麼乾淨 沒那麼漂亮 像裡面有一顆是要做旋轉矯正的 因為它的近度其實要比其他顆還要更慢 全部矯正完就剩那顆的時候 我就不想等了 直接預約了貼片 貼片就非常快了喔 第一次到診所就是做牙齒的拋光 那因為我沒有鑄牙 所以幾乎沒有磨除到什麼牙齒 大家有看到照片 這是我磨完的狀態 只有在邊邊做出一點點空間 留給貼片 那磨完牙我覺得是非常滿意 假如我今天下排的貼片掉下來 我覺得我的真牙看起來 還是非常健康沒有問題 而且沒有上貼片的那一個禮拜 敏感的狀況其實是非常少的 那第一個禮拜拋光之後 醫生就會幫我印3D的齒膜 祭師會依照這個齒膜做出適合我的貼片 每一家的祭師做出來的貼片 其實都有不一樣的風格 我上排跟下排就是不同的祭師做的 看得出來嗎? 看不出來 呵呵 不管是顏色 透度 它的微笑線等等 其實我現在更喜歡下排的感覺 我上次做完下排 我就跟醫生說 我有一點點考慮想要把上排重新做 因為我上排 目前看起來 它的微笑線沒有那麼明顯 橘俗的微笑線我覺得就很漂亮 它的門牙也會比它的副門牙大顆一點點 會有一點點吐寶寶牙 但是不是說很明顯的大爆牙那種感覺 它是會讓那個微笑線會更好看 輕輕笑就會有微笑的感覺 我有時候笑為了想要露牙 我就會習慣性的很用力 所以我覺得笑起來不好看 屁啊 妳最好是這樣笑 哈哈哈 做完3D模型之後呢 隔一周回診 就可以直接上貼片了 全部的療程裡面最辛苦的 就是這兩個小時 這個過程中你的嘴巴是一直被撐開的 它裡面有辦法正常的吞口水 醫生會一直請你做咬合測試 超級酸 會一直被口水噎到 但是呢 也有很多客人聽說是做到睡著的 像我那天已經吃了一顆止痛劑 肌肉鬆弛劑 我還是非常非常的緊 但我覺得最後做出來的成果 是非常值得的 以前覺得反正下牌就是看不太清楚 所以我拖了3年吧 才來做下牌 一完成下牌貼片 我就發現 差別還是蠻明顯的 我自己是非常喜歡 我是3年前做上牌的 當時是想要上下牌一起做的 我唯一的考量就是錢 做貼片真的是蠻貴的 一顆我當時的價錢是 台北市喔 大概是2萬到4萬 不等 他一直在漲價 那我就覺得 遲早都要做 我不如就花這個錢一次把它弄漂亮 早做早享受 一個人有沒有自信 牙齒真的很重要 其實我也有讀者 看了我的影片之後 去做了牙齒 非常感謝我 他留言跟我說 他以前是不敢跟女生講話的 像我之前還做了 上下牌各6顆的樹脂貼片 那個是民間在操作的 在法律邊緣 當初就是覺得上鏡頭牙齒不夠白 就問了身邊的藝人朋友 他牙齒為什麼這麼漂亮 那有人就推薦我 便宜又好看 那我就去做了 我記得上下牌那個時候是4萬塊 可是後來發現 裡面會開始蛀牙 唯一的解決方法就是把它拆掉 那拆掉之後又黃掉又變黑又不好看 還是要來做貼片 還是要來給醫生處理 你如果真的想要變漂亮 我真的很建議你牙齒 就是找一個正規的牙医吧 蛀牙 解決好 就上貼片 怎樣是最直接的 這個陶瓷貼片不會染色 雖然是還要刷牙 不過你喝茶喝咖啡 不會變黃 超讚 但前提是你真的要找 好的醫師好的診所 做一點功課 因為我的牙齒是終身保固 所以他很怕我去瘋狂的啃螃蟹 我真的也啃了 但是因為陶瓷貼片它的硬度 其實是比你本身的牙齒還要再更硬 不鼓勵你一直啃 但是其實不會掉下來 也不會缺腳 除了它可以讓你的牙齒整體變得很美觀 甚至白度都是你可以自己挑選的 它還可以做你喜歡的形狀 像我這個虎牙就是請醫生做出來的 我原本是沒有虎牙的 我要先矯正的原因就是因為 如果我因為便宜跟快速 就犧牲了我原有牙齒的健康 我會覺得以後可能會有一點麻煩 牙齒你磨掉就是磨掉了 它是回不來的 神經更有機會會露出來 可能會有敏感或是不舒服 所以我最後還是決定好好的把它矯正 就沒有為了要省錢去犧牲自己牙齒的健康 假如神經跑出來或者是 牙齒的部分太少的話 其實萎縮的機會比較高 原本自有的牙齒更多的話 它的基底會更穩固 可以使用的比較久 您不磨當然是不磨最好 那接下來呢就是我跟醫生的QA 好現在坐在我身旁的呢 是我們永樣牙醫的徐均信徐院長 嗨 我準備了一些問題 還有網友很多的疑問 提出來讓醫師一次來幫我們解答 陶瓷貼片是什麼 有什麼優缺點 陶瓷貼片就是相對於夾牙 它摸的牙齒可以比較少 假設你只是要改變你牙齒的外觀 我現在都會建議使用陶瓷貼片 而不是用夾牙 那它有什麼缺點 其實還是會摸你的牙齒 不能說都會不抹 只是說要取決於改的地方 會決定牙齒的抹耗量 陶瓷貼片是陶�多嗎 陶瓷貼 它總過來都是陶瓷 但是它其實有分了很多種材料 就是說我們現在很流行的 叫Emax二細酸梨 那另外一個叫做Konia就是Gaub 全Gaub 就是Emax就是二細酸梨 因為這種材料推薦就是 貼片的時候我們需要很透 這樣才會看起來自然 才會有獲得最好效果 可以用最久 它的硬度都比我們一般牙齒還要硬 所以其實硬度是比較擔心的 好 那我們來第二題 什麼樣的人適合做貼片 假設完畢 或是你牙齒本身就很整齊的 再來做 這樣你的牙齒可以修抹你比較少 有一點點亂 可是它很想要趕快美白 這種你會怎麼建議它 如果可以的話 還是先稍微矯正一下 在做貼片 這樣你的牙齒傷害會比較少 一兩顆很外的牙齒 那我們要把它修回來的話 變成我們抹的量會比較多一些些 像我下排其實做了兩年 就是因為我先做了矯正 如果我沒有先做這個矯正 我應該前後都會抹滿多的 對啊 因為下排牙齒本來很小顆 它神經就很容易會敏感 下排牙齒比較亂的病 我們就不建議把它做到很平 只要做到很平順的話 那我們真的建議還是要先教訓在做 好 那我們來第三題 有沒有有些牙齒狀況是不適合做的牙齒貼片 最主要的就是牙齒太亂 主要做得很深的 牙齒本身房子的結構已經不穩了 這種我們就會建議還是要做群食管 好 那我們第四點 做牙齒貼片有沒有後遺症 它最大後遺症就變成 一輩子其實都要戴著貼片 只是說你未來 可能會有還新的形狀貼片 或換顏色的貼片 它對牙齒的健康 會不會有沒有任何的後遺症 對 就是取決於你修膜的量 如果說你牙齒修得很多的話 只要一注牙 就會注到很深 所以就比較危險 出現去去找神經 那這樣你就可能 馬上就要做群食管 既然我已經上貼片 我要怎麼注意我的牙齒有沒有生病 定期會來洗牙檢查 牙齒狀病最準 其實最好是每天都過牙線 牙齒可以去報說 中間的接縫 比較不容易出牙 所以不是上貼片就不用刷牙 對 不行 那我們來第五點 通常會建議病人怎麼選陶瓷貼片 或是全瓷罐 如果你牙齒的狀況是健康的話 一定都是以貼片為主 做全瓷罐的話 你的牙齒會修很多 就是不太建議 因為保留越多牙齒會越健康 除非你的牙齒有注牙出很深 或是已經有出過神經 才會做全瓷罐 譬如說你牙齒很外 從很外面等到很裡面 因為這樣子而要做全瓷罐的話 我就會建議全部先矯正 拉進來之後再做貼片 都會比你直接做全瓷罐來健康 醫師會希望你保留越多 你自己本身健康的牙齒 再去做 因為牙齒破壞了 它是回不去的 它不可能再長出來嘛 對 破壞就沒了 如果你牙齒很外 它矯正回來再上貼片 跟直接做全瓷罐 它價格是哪一個會比較便宜 直接做全瓷罐 可能費用比較省的 因為在於你的矯正的時間 還有矯正的費用 你會多一個矯正的成本 所以很多人想要省時間 跟矯正的成本 就想要直接做 但是這樣是 犧牲你的牙齒健康 會犧牲你的牙齒健康 但你決定權還是在你 第六點 貼片一定要磨牙嗎 基本上貼片 大多數狀況下都還是要磨牙齒 還是希望說 它的貼片結封 可以接在你的牙齒的邊緣上面 留一個結封給機師做參考 磨牙的程度呢 選舉於想要我們改變的範圍 顏色要改很多 讓我們可能就會修比較多 因為要10塊 是要做比較厚一點 可能可以遮顏色 因為我們牙齒是很方 應該做得很堅韌 那我們就要修掉旁邊很多 所以變成時候 要跟醫生討論 想要修改的外型 跟你想改的顏色 是不是跟原本落差很大 他會看你想達到的目標 跟你現在的狀況 會不會落差很大 些微亂 他這個病人會覺得說 我是想改某一兩顆的顏色 就不用矯正 我們就幫你改那一兩顆 但是如果說你的訴求 是要很整齊 然後長路啊 高度的那些落差 都要照我們的標準範本來做 其實我覺得都是需要矯正的 第八點 我們的陶瓷貼片的壽命是多久 多久需要革換 原來是你的永久的假牙 所以他能不換 我們就不要換 除非我們遇到的病人 真的有著注意啊 少部分是真的 他覺得 我顏色就想換 我自首好 這種才會修來 沒有意外到 他就跟一般人講他是一樣 就是他就跟著你一輩子 你不要有些奇怪的習慣 比如說磨牙 或是說有些人很喜歡 啃瓜子 或是啃這種硬的東西 螃蟹 不要用固定膜可以咬 那一顆可以磨傷 瓜子也會喔 不管你是自己的牙齒還是假牙 都可能會對他造成傷害 解釋一下我為什麼想換 我的上牌是非常好看 而且應該是很健康的 對 但因為下牌的計師跟上牌不一樣 下牌的顏色我更喜歡 所以我就想把上牌 再重犯配我的下飯餐 第九題 做陶瓷片片需要多久的時間 手工製作的話 他可以做得比較薄比較細 最大的缺點就是 做時間會很久 至少一個禮拜 才能做出一個好的一陣煮巴克貼片 然後電腦車的最大量 缺點就在於他的厚度和限制 他的厚度有一些基本的要求 但他鑽的鑽車會裂掉 作為化的有好處是快 但是他最大缺點 會磨兩車稍微再多一些貼 這就可以做取捨 你的訴求是要做得一字薄 然後胸膜很少的話 目前用傳統的手工來做 會是比較容易達成的 好 第十題 要多少錢 大概的行情 現在台北 Badjuan應該都是在 可能 3萬到5萬之間 就其實基本上看你的證書 看你的意思 兩年前是2萬到4萬 現在變3萬到5萬 趕快做 請了祭司可能會有落差 反映在價格上面 如果說是我頻道的 會是可以打折嗎 也會有折扣 真的假的 不要騙喔 我沒有問過醫生 我是想說 在鏡頭前面可能比較不好意思 說不 哈哈哈 詳細在私訊我們 或是你來現場的時候 你介紹的人寫 看伯伯真來的 好 那我們第十一點 牙齒貼片 什麼樣的情況下 會容易掉或是破損 貼片做完最怕變 夜間磨牙 血掉力量很大 行的時候可能都還好 這種狀況下的變 但是最容易會發生說 貼片破損 或是對面的牙齒 磨到受傷 雖然我也是習慣性磨牙 但是我有乖乖的 帶他們給我的牙套 所以磨不到 對 基本上我們會建議 一定要帶我們給的維持器 可以隔開你剩下牙齒 就像你磨牙 你也只會把那個塑膠片抹壞 壞了再回來換就好了 如果你不帶那維持器的話 牙齒可能會亂長 牙齒一輩子氣都在移動 如果你要維持它現在這個樣子 我們就建議你帶維持器 12 題 做好了還會蛀牙嗎 你自己的牙齒還是會蛀 就是做了腳牙跟貼片 就不清牙齒 你自己牙齒上面會有細菌的堆積 這個還是要清潔 好 第十三題 做完貼片什麼東西不能吃 你本來牙齒吃什麼東西會受傷 做貼片吃也會受傷 最常發生真的就是抹牙 抹牙的變得比較危險 還有什麼網友想問你 可以啃玉米嗎 雞腿可以吃嗎 我覺得很輕鬆啦 應該很簡單吧 雞腿為什麼不能吃 開瓶要小心一點啦 還是不要開啦 直接幹啦 有很多耶 我增牙都不敢了 如果掉下來了怎麼辦 還是把它重割會最好 我不用撿回來給你 結婚了我們看一下 我們了解一下 到底為什麼掉下來 目前是沒有掉過 我應該有中生寶庫吧 我自己認證 中生寶庫 只要我還在牙醫那一刻 好 那如果有什麼問題 沒有幫你回答到的 歡迎留言給我 喜歡我的影片 幫我按讚 訂閱還有分享 開啟小鈴鐺 醫生的資訊我會留在資訊欄 有需要的話都可以打電話問他們喔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啦 掰掰